由台北市蔡霞購入金燕火 主辦的萬鄉親主營給火 二十五號有五間 以保隆造人為主的國中小學合唱團 在文化教演藝的聽感動來開場 火中保隆造的地名歌手王鳳恩 也全港高中來標的吉祺 並用精彩的表演 就讓在場所有觀眾很大驚喜 一記念彩霞購入金燕火十七年 一記不看出國筆塞為福祉的環境親主營給火 火中代理館長男子簽 一記多位民意代表也都清新高中標的吉祺 收票進行大家高雄 大家都比這些學生孩子的歌聲 跟表現來感動 現場就有南島似的組成團體 補到十萬塊的吉票 正來幫助孩子出國比賽的夢想 我們的售票有達到九成 我們非常感謝南投的親朋好友們 我們也希望說因為這樣的音樂會 能夠促成民和國中 還有民族大愛國小出國圓夢 對音樂對原鄉的小孩子有關懷 有愛心的各位家長 還有各位企業人士 如果你們願意贊助我們的話 我們目前還有一個大筆的資金的短缺 希望你能夠監柱 返向到我們南投憲力 去參與民和國民中學 雖然這支音樂會 是在不同的出國比賽為其中的夢想 就在鄉民和國中 也專門來用表演和不加比的各種方式來看 但其實最大的夢想 也是希望提供這些學生孩子 展現合適新構的機會 其實最重要的是 把小孩子平時在學校 這樣的音樂學習成果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的小朋友呢 他們有這樣的機會 把他們努力的東西呈現給大家 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而且呢他們也會覺得自己 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我們就講說 讓布農族的小朋友發光發熱 最後他們可以照亮全世界 其實募款是其次 主要是因為才嘉十周年 然後每一年都會讓每個學校 有一個發表的機會 趁著十周年 讓各個學校都可以彼此交流 彼此切磋 看到大家好的地方就學習 這是最大的目的 記得 沒錯 五間學校合唱團的基督老師 張瑜山 六年來每禮拜六 不怕辛苦 為台北塞車 爭奧水利 勝義 甚至是高雄館 南下鄉 來教導學生唱歌的技巧 甚至這些今年的表現 也帶給現場面中 這種聽天才的唱歌的 微妙感受 記者檢討宣 彩虹博多